南投家福中心长期以来照顾县内弱势家庭 发现很多孩子虽然家境困难 但是对家中的父母及阿公阿嬷都非常的孝顺 甚至在学业上都维持很好的成绩 所以每年家福中心都会表扬这些优秀的孩子 希望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同时也能成为其他孩子的模范 紫豆兰婚礼乐团的表演者 免费带来魔术表演娱乐在场的孩子 南投家福中心每年都有社工推荐少顺 以及努力学习的孩子来接受表扬 像小学四年级的大人 虽然爸爸得到剑洞人无法工作 再靠着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妈妈工作来养家 不过大人却相当懂事 成绩好又有人缘 还会自己准备晚餐 可以说是相当不简单 只有我妈妈和我 我爸爸在医院 所以我都很认真的读书 我会帮妈妈按摩 然后帮他贴贴布 阿公的身体不好 就会每天都要去洗腎这样 然后有时候阿妈不在的时候 就会帮忙就是送饭给阿公吃 然后再回去上课 就是然后阿公有需要的时候 也是会主动自己去帮忙 然后或者是帮忙阿公洗澡 帮阿妈阿公煮饭 来到夏地开模的小韩 六年前爸爸却因为意外过世 留下他姐姐阿嬷 以及中风又洗肾阿公 虽然家庭困苦 不过小韩在课业 与和尚团的表现都相当好 也会替阿嬷分担家内事 这些孩子在比较困难当中 都能够可以认真讨厌 那有很好的表现 尤其可以孝顺自己的长辈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的很多的活动 还有家福的协助 让我们的孩子更好 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鼓励 全县的孩子们 他们都要孝顺父母 或者是他自己经济的环境 困难的状况底下 他还是可以奋发图强 家福中心表示 表扬这些优秀孩子 他希望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也可作为其他孩子 谢谢对象